上帝 好 焦点视频 王法海实战玄机的时间 迎过幕又见到王法海 师傅 师傅 今集我们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是啊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大概在九几年代的时候 其实曾经有些预言说 日本将会在这个 二零零几或者二零一几的时候 沉没 但是当然去到千禧年代的时候 已经是二零零几 日本都沉也不沉 还在浮 接着就慢慢开始移 现在又说二零三几二零四几就沉了 其实有点像 美国洛杉矶 洛杉矶山脈下面那条麦一样 因为其实板块一直都在动 如果讲这个个案 其实我都做了一些功课 也都问了一些 之前的日本朋友 其实他最主要 他的科学根据就是 我知道的东西我分享给大家 他叫做马里亚纳海溝 每年就10cm 扩展过去 其实整个海溝 移10cm 就很厉害了 就是那个磨擦很厉害 就向日本海插进去 是 以前因为这个板块的活动 就试过日本地震 火山爆发 都试过不少一次的 所以日本很多科学家 就从那个角度去看 就会担心 日本会不会一个不安全 或者会陆沉的地方 其实我们看回历史 其实他为什么要侵华呢 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得不安全 嗯 而且天然之源 开始不够了 哇 对面那里这么正 我当然想过来找食 是 其实呢 在我们的 中国人的寓言诗 其中一本 就是《推背图》 嗯 他有一段也是讲过一下的 是 那么就 有两个 有两个看法 有些人就说 他日本 因为再次侵华 今次侵华呢 就是会 两岸合力去将他 击倒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说法 另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 他因为再有野心 引致到有一个大灾祸 大的灾祸 可能令到日本呢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灾难 要迫着要走 哦 这样啊 这样呢 大的灾难呢 除了是地震之外呢 有机会就是说 呃 因为战争而令到他出了事 那么 其实在45象里面呢 说的一个叫做 木水金 呃 木火金水 洗子大齿 嗯 这意思就是 日本 会 会 因为 呃 战争 而被我们 中国人呢 有机会还手 是 那但是呢 那我撇除了 那个签文的解释 因为呢 你站左和站右呢 嗯 推背头都说得到 是 到时真的只有一个说字 嗯 所以我今次其实是 有些知识信呢 就分享给大家 我就不是用任何角度看了 嗯 那其实 呃 我们贴记一点点 我们再问日本朋友 嗯 呃 他们是不是真的 真的 不怕这件事 还是这件事是一个传闻呢 其实每个政府部门里面呢 都有个影子的人 就是一个商 呃 我当是一个主任 嗯 他会有个虚拟的多个主任 哦 就是in case 这个部门首长 塌了 嗯 这一堆虚拟的精英呢 他们会将他 涉毁了 涉毁了 甚至乎在海外呢 就继续运作去政府 不得意 那他有个叫做 叫内部叫做精英计划 嗯 那其实就是说 呃 一就是每个部门 有一些相应的后备首长 嗯 还有全个国家呢 就是 呃 挑选了4000个精英 是 那他自己政府部门知道的 就是说 有些事上来呢 就会走难去某些地方 嗯 嗯 那他会接他去安全的地方 是 那 在他们的政府部门 是有这些资料的 嗯 那我都问回日本人的话 的确是有这些事 嗯 那另外呢 很有趣的 呃 当日本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你猜他会跑去哪里呢 多数跑来大陆 是吧 是啊 那我们初头都觉得 会不会是趋势啊 嗯 那见到80年 90年初呢 很多时候搞地产搞到一锅足呢 嗯 中国出现了很多鬼城 是啊 那些地方 甚至乎 整个城 一个城都可以容纳到四五百万人的 是啊 全中国有十二个鬼城 是 那么 中国人都不够住 都不用住 就是不会去那里住 不会住啊 不会住 那么 那么 丢封了在那里 他又不卖的 嗯 查真些 他又不按的 哦 按也不按的 再车出去 那个业主是谁呢 他会不会是那些海外公司来的 哦 那么有趣 那么我们想到 把两件事联想在一起呢 会不会有一个默契呢 嗯 虽然 就是政治上 老公和日本可能有很多磨擦 是 骨子里会不会有些 有些 有些事情谈调了呢 有些方舟计划 对 方舟计划 那么其实日本呢 有我刚才说的 他有一个危机处理的方案 一就是说 每个部门是双主任制 是 就是可能说 什么什么党 那个党 他有一个虚拟的 一个 就是不公开的 但是一有时 这个是去保卫 嗯 另外呢 就是说 在国内呢 就挑选了4000以上的精英 是 有什么医抑呢 就可以整个政府 继续运作下去 嗯 那么 如果没有这件事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嗯 因为全国呢 一个就是中国的鬼城 另一个就是马来西亚 没有些赌 是 那么 我听回马来西亚某些赌 可能就后来加价 嗯 所以 所以 就是法国云南佬 方舟计划 我不是做水鱼 不用 而马来西亚就觉得 哇 咦 正啊 我不行 你什么时候可以呢 那觉得 人马太弥补了 那大陆反正 你都是货味而已 嗯 你都反正我买吧 不如我包到底 嗯 嗯 那这个就是大家 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但是 什么时候大家都说不到 嗯 至于说 潜在问题 就是说 科学上看到 两个版块的磨擦 的运动 是 潜在危机 坊间有很多漫画书 故事都说过 是啊 好像我最近看Netflix 那样 又来啦 又说啦 是啊 有时它是需要危机的东西 有商机的东西 嗯 做个故事做了一点 是啊 好像我们香港那样 12个鬼城 嗯 又没有再卖出来的 是啊 真的没有 即使现在的荷包那么紧 嗯 正常来说 要拿水的 是 它 基建有了 嗯 铺了电视 有了超市 有了整 是没有人的 嗯 那又是不卖出来的 真的很有趣 那大家去想一下 是什么原因 啊 就是没有理由 如果你去打 中国12座鬼城 其实呢 有什么呢 有蒙古啦 是 洪南啦 講東北部都有 嗯 啊 那封州呢 那封州 是啊 蒙古有个地方 那是 是 很大的 是整条村来的 是啊 但是呢 它又不会出售 啊 啊 即使现在房产可能大陆都应计有些钱 那也不卖了 是啊 那大家想想 借起不卖 就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 那即使 那些國家是需要錢的時候都不買 那是有些東西的 可能真的等 有一天真的出現大鑊的時候 日本人你過來找我 我就慢慢去玩 可能到時候 多貴你都要買 今集就這樣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 我一次過接你這麼多的指紋 麻煩你 移民中國計劃 是 等你這麼威風 到時候一頸血 等你這麼威風 近來又說不妨華 又似去老邊那裏 大家想得到 國內市民可能比較單純 但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我會想 起了又不賣又不按 那是什麼概念呢 又不是說不等錢花 就是了 但是他不賣呢 最神奇是這件事 只是起不賣 但是周邊其他地方 那些房產都是活動的 就是你在上海 北京廣州的房子都在賣 但是這些房子 買動都不動 其實就是 明眼人都猜到 他們是在玩什麼 囤積堆棋 突然一次過 如何融合到 數千萬的人呢 其實就是靠中國了 你走去其他地方都未必還想得到 今集呢 堪稱是 我覺得是 神秘學的一個節目來的 這一集是 因為我打鬼城的時候 很有趣 很多東西跳出來 沒有人住 沒有人住 他會有 乙醇 有佐丹奴 有屈臣市 有萬寧 有工商銀行 那些Logo都放在那裡 沒有人住 超市都有 華院百科都有 但是沒有人的 OK 其實他都放好 只要那些人一來 輕微停假 罐頭都放在那裡 正如是 新鮮的東西不放 罐頭也放定了 已經 我說這個是一個商機來的 可能祖國仔都看到 我又不信 你不會出事 你出事那時候 我有地方租 床水 振興中華 就是靠日本人 對 到時可能不知道 Tout錢 一尺 又不開 或者賣日本價錢 都不止 这就肥仔水了 可以考虑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们继续请教王法 还有其他个人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拜拜